当然施老师这是阴谋论 不过你怎么看这个事件 我说照说在选举的时候 执政党应该是说 我做了哪些政绩 然后希望你再来投我的票 那当然反对党就是批判你 我想这是 那当然用什么样的梗图方式 等等是见仁见智 但是那如果是在平常的时候 他可能要去宣导一些 比如说诈骗等等 但是他现在是把这两个 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把这些东西 用来是攻击这个对手这个部分 那这里就一个来的一个 就是说应该是在苏贞昌上一次 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然后他就开始学到说 原来有这些新的技术 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行政院里面就是有丁丁是不是 那一票人就这样 那小英他自己本身 也有一些网军等等 当然有一些是外包 其实各个派系都有啦 我会觉得说应该是那个内容 通过梗图来说明包装 但是现在因为他本身 已经没有什么政策 没有什么政绩的时候呢 只好发动这些包装 甚至是攻击式的啦 其实要转移一个目标啦 这里一个还是一个重点 你看他为什么都是那些人的女 当然他们长大的对不对 那也没什么事 我们还不讲说这些人其实站在那边 下一次可能就是他台北市万一让他们选到 他们就是局处长啦就是这样 他们有战功嘛对不对 你以为所有人年轻人都有机会吗 不一定啦 所以那些太阳花的要想清楚啊 不过这里我觉得关键在哪边呢 我们知道说那个选战的那个地方 很多东西是不能交给外人的 比如说这个金主募款这个部分 ok然后呢你的装脚这个部分 而且这个不是只有说 跟你的竞争的政党 是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派系不能交出去啦 所以呢你会看到说 除了说陈思忠的儿子掌控以外呢 那些内政部什么司法等等那些人呢 我会觉得说他们是扮演某种 就是一个联系的角色 不能交给外包公司 也不能交给他们部会里面的那些 就交给竞选总部的这些里面 所以这里面大概有一些 见不得人的东西出来 我只能这样的高度快 不过我也要提出一个东西 刚才杨凯也提到这个部分了 就是说其实现在呢 我们开始看到为什么这次会出包 应该是新潮流 这个吴思耀很不高兴嘛 对不对你把我架空了嘛 所以他当然不高兴啊 其实我们看到可能这个 陶渊这个部分小意思说 反正如果输掉的话 你郑文昌就不能当行政院长 搞不好新潮流讲说 到时候反正没有了以后 你这个台北也没有了 其实我会觉得搞不好 我在猜啦 小人度尽子之父 我觉得新潮流现在是 放手什么都不玩摆烂了 然后看他是怎么样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战 刚刚好桃园这一战里面 说不定就是刚好 把陈思忠委一起拉下来的 原来是这样 但是因为刚好看到这个杨凯哥在现场 那我们就想要先来问问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也知道呢 是不是真的要为阳旧城 那陈思忠本身当然也充满了自爆性啦 不过我们最近有观察到一个坊间的消息 就是说好像你们蒋万安啊 你们的母鸡蒋万安 他的行程呢 其实据说 再等一下请你帮我讲 据说他对内连这个要选议员的 或现任议员 其实都蛮难事先掌握到他要去哪 偶尔是他到了现场你们才赶快趕到这样子 那连这样一个内部都很难掌握的行程 想不到蒋万安的行程据说在绿营这边却被摸透透 甚至有小鸡是从绿营那边听到蒋万安今天要来这边 才赶快过去或是再确认发现还真的要来 那以这样一个保密到家的行程 到底为什么绿营还会比蓝营内部更熟悉呢 只有这么一说 说不少的国民党籍的里长是蓝皮绿谷 这些里长其实呢虽然他们是国民党籍没有错 不过他们在台北市根深蒂固 是靠着绿营的阴系在去做辅佐的 而这些人他们又实力雄厚实在很难撼动 杨乃哥你在实际上遇到的状况 是不是确实就是蒋万安 他未必你可以事先掌握他的行程 那可能到最后关头才知道 那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你有听过吗 应该这么说 我们先讲说 万哥他们那一边的话跟我们的互动 通常他都是大概前一天会先跟我们讲 所谓的保密等等之类的话 我认为他们阵营觉得有需要 我认为我也尊重 我也认为的确有必要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但是的确我得先说一件事情 是不是里长国民党籍的里长蓝皮绿谷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大家在那边传 其实并不是 为什么我这么讲 我今天是里长啦 我是不是蒋万安阵营会提早先跟他前几天先确认好行程 不太可能会前一天吧 前一天那个太不尊重了嘛 或者说我今天是哪一个主办单位等等之类 我会接到行程 那我会开始帮他们安排 尤其像例如说有蒋万安 陈时中黄珊 那更麻烦了 那一定要先排说到底是谁在哪个时段 谁在哪个时段 另外一个时段在哪里 请问一下 主持人自己一个人办吗 不可能嘛 他一定会找 领长你来帮我处理一下 今天是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要这样 蒋万安要来了 所以你帮忙处理一下 什么东西你把它捕好 不然的话等一下来很难看 另外一边的话可能就讲 陈时中那一边可能什么时候会来 那你要去处理一下 公庙也是如此 那个什么那个除了公庙那边之外 然后还有像是那个像是一般社团的活动啊 或者说李林的活动啊等等之类 其实你只要有人传出去说 你要去准备接下来有什么行程 你这个资讯就会传出去 其实根本不需要说什么 是不是有国民党籍蓝皮绿骨来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必去想这件事情 因为自己地方听到有市长籍候选人 就会很兴奋就会告诉大家 蒋万安这个帅哥要来了 把他准备好相机赶快全部围起来 至少在我们景美那个地方真的是如此 只要一先讲 讲说等一下蒋万安要来 那个婆婆妈妈原本在买菜啦 手上拿了两大菜三大袋有没有 全部跑过来 硬是拿着叫我帮他拿着他提袋 也要去那边拍照 他们真的是那种情况 那我就讲了这个所谓的泄漏 泄漏等等之类的 像之前的话媒体就有在讲说 那是不是要查内鬼等等之类的事情 我认为根本不必查 第一件事情根本不必查 我先说内鬼这种东西根本 第一件事情你查不了 第二件事情真的有时候不是内鬼传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东西算内鬼传的吗 不是呢 他在帮你准备东西别人去传的 他算内鬼吗 这很难算嘛 而且另外一方面 我其实我讲我自己在地方看的 丹安文山区 蒋万安跟陈时中 他们如果两边有平台的情况之下 会是什么状况 我就直接这样讲 如果陈时中的声量 用百分百来算 陈时中声量是百分之二十 蒋万安差不多是百分之七十左右 黄珊珊我还没有看过 这是你的选区的对不对 对我的选区 所以我无法判断黄珊珊 但是至少 蒋万安是从一进场的时候 大家就在喊动算 可是陈时中是上面讲说 大家好啊 非常感谢什么 我是陈时中 然后底下只有前面民进党籍的人 在那边凑人数 后面的桌子 几十桌全部都安静了 没有人要理这件事情 你毕竟还是要想到一件事情 过去在两年以来的时间 你除了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那个锁国 或许还达到不错的结果 但是你后面的确造成了许多的民怨 丹安文山区的人口老化 其实实际上算严重 你要叫老人家在夏天的时候 跑去排口罩 然后呢 你又要叫老人家 围着那个万方医院全部筛报 大安区联合医院那边全部筛报 全部围那边 丹安文山区多少人啊 57万人 57万人 但是医院的话 几个大医院筛检处等等 就那一些 然后呢口罩 疫苗等等之类都是要排要照打 民怨不会起来吗 你去了你说今天要选市长 你不去解释你以前做了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措施 然后呢结果你也不想去负担 你又把问题丢给一个叫王碧胜 然后再叫他去解释 什么东西都叫他解释 结果自己落跑了 跑去选市长 你觉得大家会对你有反应吗 当然不会有反应嘛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起来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蒋万安跟叫做陈时中 他们彼此之间的话 其实他有两个问题 不是应该说他有两件事情 其实实际上我想要在这边呼吁一下 第一个 蒋万安的清明程度 绝对是远超过陈时中 我必须要讲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时候 蒋万安只要是看到人 每一个就是亲自打招呼等等之类 每一桌他一定不想错过任何一桌 他马上把所有东西全部打完了之后 然后呢一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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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每一个都亲切打招呼等等之类 绝对不露任何一个人 而陈时中是走过去 你好我但是 那我陈时中啊 恳景之子啊 你好你好你好 就这样子就这样走过去 请问一件事情 最一直讲说 讲万安不接地气 不清明的民进党 你们派出来的 你们派出来的市长候选人是这个样子 谁会支持你们 今天大家都讲说民进党最接受的 就是年轻人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打了一大堆网红的议题等等之类 年轻人又感觉到说这个人是跟我站在一起吗 没有他们只会觉得 好像是不是哪一边来的怪叔叔 用了年轻人的方式 然后来做这整件事情 但是跟我们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今天在这一件事情上 其实他自己在选人上本身就有问题 而讲万安他这一边的话 很多媒体大家讲说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有什么样的措施啊 可能蓝皮绿谷旁边的人都不支持他 我觉得其实那个都是小敌大作 其实根本没有这一回事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当然也许是不是 泄密这些东西是不是另外一回事 我是说两年前上次大选的时候 我还有在参与一些事情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 比如说有一位我去跟他接触的 然后没多久他就被起诉了 你知道吗取代他的那个民进党人 他都不知道他的票是哪里来的 三个月你知道票是哪里来 他是当选立委的 第二个是我跟他讲好 然后呢他第二天跟我说 老师你明天不用来 因为总统来了啦 OK 好像那一阵子呢 我就发现我的手机好像都泡到水里那种感觉 所以就换了一支新的手机啦 开票那一天呢 美国之音他们就是就是call out给我嘛 那他讲了一阵子 就说Professor是实在没办法 你这个手机会发生什么问题 结果选完以后呢 手机就很正常很干净了啦 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其实就是 我这高度怀疑其实就是 情资单位里面介入这个部分 也是有的 但是亮哥你自己怎么看啊 就是这个音系真的是 可以掌握这些国民党籍的 台北市的这些里长吗 这有什么兴趣 都黄成国熟的要死 只有你敢讲那个名字 不然黄成国是我的后援会会长啊 我当然敢讲 我以前在选立委 他就是我的后援会会长 那文山区熟得要命 大安区也有几个里长很熟 不然那个我跟你讲哦 柯P在选的时候也是一样争取 国民党的本土市议员嘛 对 这个是国民党公开的秘密嘛 国民党有好几个 有人讲跟陈嘉帆 陈嘉帆就有几个议员 对不对 那他们跟柯P都很熟的啊 那难道会跟黄珊珊不熟吗 那难道会跟黄成国不熟吗 对不对 所以这也没什么啦 那讲话又不是在搞地下工作 担心什么 对不对 但你自己认为陈时中这个 可以借由这些人可以挖到多少呢 或者吃了这些阴系的 他们真的在投票意志上面会转移吗 我坦白讲不是陈时中啦 是黄成国在挖票啦 黄成国确实 指南礼 反正文山区有几个礼他真的很熟 是 那个有的是累积出来的啦 可是我觉得 杨凯刚刚讲的陈时中那些问题是他本人的问题 我刚刚看杨凯哥在讲的时候你点头如倒上 我觉得他亲和力真的很弱 他亲和力真的很弱 那这个讲 我们有时候说亲和力还包括群众魅力 他这两个都很弱啦 都很弱啦 那你如果没有群众魅力 那好歹你对市政熟吧 讲出几个让人家亮眼的东西吧 那他平均一个政策都拖不过两天啊 所以到现在人家就没有什么印象嘛 那事实上他最近就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恐慌之中啊 那表示他的民调落后啦 所以他在急啦 因为那么多政二代去 当然是一开始对他充满信心 认为可以进市府上班嘛 那现在发现怎么会这样 而且他主要是针对黄珊珊的莫名的恐慌 为什么呢 因为黄珊珊在20到29岁的得票率最高啊 支持度啦 支持度最高嘛 那每一个县市民进党都没有这个现象 唯独你有 看你急不急 你知道我意思 民进党大部分20到29岁在各个县市 大部分都是民进党赢啊 就只有陈时中没有赢啊 那陈时中当然会紧张啊 他就觉得奇怪 那为什么他们会跑去黄珊珊那边去 那所以他才开始出怪招嘛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争取 20到29岁的选票嘛 所以只好 一下子去不惜被熊抱舔耳 然后一下子跑厕所看马桶 对 他们出怪招嘛 莫名其妙 他就以为他可以引起人群人的兴趣 觉得很有趣哦 这个怪伯伯好好玩哦 你以为这样就有票 对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啊 对 可是任哥我比较想问的是 你知道其实那个负面声量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奇怪就是马桶事件之后 当然也有去做相关的 为什么在马桶事件负面评价 还有整体来说声量最低的人 叫做蒋万安 表现最差是蒋万安 然后反而陈时中居中 然后黄珊珊从这一波 赚到最多正面声量 我觉得我坦白讲 我看这三个人的民调 黄珊珊她的仇恨值就是最低 所以民进党现在终于 终于决定要试别招了 他们现在决定去连结柯文哲的仇恨值 因为黄珊珊真的拿到了那个绿的年轻票 所以现在民进党决定去连结柯文哲 看可不可以把那个年轻人的仇恨值拉高 对柯文哲 然后去强化黄珊珊跟柯文哲的连结这样 来 赵老师你想要补充 我也想要说我们这个局 本来就是说民进党的策略就是说 只要不要这个奖万安或者是黄珊珊太高的时候 就不会有弃奖保皇或弃房保奖 但是现在的局势看起来是说 有可能是弃成保皇 这是一个蛮奇怪的 你知道他在挤 所以刚才阿亮讲的这挤 大概是担心说他可能会被弃保掉了 那我们看到黄珊珊因为说仇恨值是比较低嘛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说 本来陈思忠很冷暖的啦 就是像戒严施利的样子嘛 他本来就是很皮的很冷暖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 他不太像我们一般政治人物 其实都客客气气的 坦白讲 你知道政治人物就是说不要有敌人嘛 他一副就是说 我有上方把金正在那边啊 然后呢只要我的那些绑装 我就可以上去了嘛 就这样子 我都认为是说如花 那个你知道那如花 那个扶区扎太明显了 你要再怎么刮都刮不干净 再怎么包装是没有用的啦 像是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因为其实我们还看完这个负面声量 跟正面声量的成长之后 这当然是针对这个免制马桶事件 我们还特别回去看了一下黄珊珊 特别看到蒋万安 老实讲黄珊珊回应在这一题 其实算是中规中矩而已 也没有特别有让你耳目一新的 不过这次赞取最多正面声量的反而是他 结果我们同意刚刚梁哥讲 其实政治人物的人设 尤其在台北市 台北市这个地方的年轻族群当中 当然其实年轻族群有他们各自的思路 可是呢这种人设的部分的建构 我想陈仁聪过去作为指挥官的 这样子的形象 你说对20岁到29岁当中 他们本来当中其实就是反权威的 反权威 而且这里头要更多的 无论是对于市政也好 你说20岁到29岁的人 有care多少很适合的东西 当然还是有不是说没有 可能跟他们生活当中很多 其实相关的东西 可是这种族群的部分的属性 不得不说其实蒋冠安安跟陈时中 在20到29岁的人设当中的这个里头 当然问题不一样 蒋冠安真的是从过去他的软男 跟政治人物 当然一个帅哥的部分 可能一个这样的形象 其实真的没有再继续扩充跟丰富 包括他的市政跟执政跟魄力等等 这些方面种种的这种人设 你要知道 其实我觉得在所有政治人物 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政治自古以来古今中外 都必须要有一种英雄气质 你要一种领导气质这件事情 蒋冠安安这个东西 明明他作为国民党部分的 未来台北市长 在去年开始就已经是共主 没有挑战的人选 可他并没有去丰富他这种领导 跟强悍或等等之类的 在丰富挑战其实陈时中 那个东西马上一下就落下来 真的是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当然陈时中 也感受到他在指挥关系上当中 跟年轻当中那样落差很大 他现在在不断的这种怪招 在补东补西补去卫星真的有 我觉得我认识当中 很多同志圈的朋友 其实他都聊到陈时中 那个被舔耳大大说哈哈笑 可是你说对陈时中好感 有没有回来一点点 我可能觉得有一些些 可是有没有足够影响到 他们对陈时中 过去的所有疫情的当中 形象当中而能够转而 就覆盖掉忘记那个东西 还没有到强到这个地步 但是至少我得说陈时中 有在做事讲安安怎么办都没有 来第二小时欢迎大家 持续加入我们大新闻大包挂 您可以上YT搜寻大新闻大包挂 之后看到今天的缩图点下去 然后再打开聊天室一起聊聊天 还记得帮我们点个赞 也要帮我们充个订阅数 刚刚大家在说 哇第一小时来宾好精彩 没有问题第二小时来宾也一样 非常的精彩 好那我们要继续讨论陈时中的议题 不过我们先欢迎 我们的这个优质的来宾 我们凯翔哥 答案 丁德申前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应该是在 等一下就会被开除 党籍的郑保新委员 大家好 我们等一下还有巧新议员 会再加入我们的一起来聊聊天 不过这个凯翔哥 其实现在在这个 陈时中的后援会 如果你已经有进去卧底的话 老讲每天都蛮多戏可以看 而且有很多素材可以来发挥 当然在最新的就是我们发现到 是不是搞文字语 因为里头的后援会成员 发现有几个词是不能够 点在一起打的 譬如说焦糖你要这样打 焦糖 不能直接打焦糖 你可能会被视为是敏感字词 就可能被撤回 那所以导致有人也不能打小智 小智 你看还有人真的受不了问说 为什么一直被撤讯息 那当然这个算专家 因为他已经知道焦糖打不了 所以他打记忆凹糖 对不对 那原来信用这样文字语的方法 这是不是也代表了焦糖跟小智 是这一次目前北部选战 绝对不能谈的那一块 当然这是民进党不愿意面对的人 就是先讲小智好了 小智不想 大家不想要再提到他 这件事情还需要意外嘛 连郑英鹏都不想提到他 连沈慧红都希望跟他切割 还特别换了看板 烫了头发 就是要把小智从他的生命中抹去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当然不会希望说 一个后援会的粉丝页里面 然后呢 或是一个后援会的群组里面 如果都一直在讨论这个 本来就跟程中没什么关系 特别还是负面形象的这个林志坚的话 对这个后援会就不用玩啦 大家都在讨论这些 然后呢 这还有加油的效果吗 只会给予造成反效果 那其次呢 我觉得焦糖的角色就非常有趣了 焦糖这个角色 最早最早 是在这个程时中准备参选之后 第一时间被公布的人事啊 还不是那些时长事啊 还不是那些什么千岁团 不是啊 是焦糖啊 联合报先这个劈里啪 写了一篇这个空战总司令 焦糖入列 结果隔天被扣扣姐骂 说叫她多去读两本书 然后程时中就跳出来说 没有啦没有 没这回事没这回事 但是呢 这一段时间很长以来 尤其是近期 近期程时中的这个脸书 写的文章的方式 其实程时中的脸书 一直都被很多人诟病 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古怪 甚至我很多偏绿的朋友 也在诟病说 程时中的脸书 一直在用时钟时钟时钟 这样子的说法来 来自称自己是一个非常怪的笔法 好那不管怎么样 到后来 这个文风更加批变 变成一个小学生周济感 讲说什么 先是从这个去gay bar开始 他用了一些非常 非常古怪的词 也不能讲古怪 就它是一个次文化的词 比如说什么酱肉啊 天后宫啊 然后呢又什么 这些这种词 我不是说不行 我们也绝对不是 歧视任何一种文化 而是那个就不是程时中嘛 那就不是程时中 特别是他还在 程时中的脸书下面 下面去用第一人称 去跟其他的政治人物 其他来懒勾勾 然后进行一些 非常诡异的互动 我觉得那些懒勾勾 比如说林家隆啊 或者说什么 这个新北市议员啊 然后在那边留言说 程时中这样好可爱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就会有一个程时中 第一人称的小编 去留言说 好好玩哦 下次一起玩 下次你就加隆一起来吧 我心想说那些懒勾勾 可能都想说 你是勒 那我要怎么回啊 就是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然后就像 接下来就开始小学生周记 我今天行程很充实 早上玩滚球 晚上去调酒 然后又来就讲说 那种文 这个国语跟台语 交杂的那种 很奇怪的文章 然后常常有一些 意义不明 意味不明的一些废文 比如说 我看到程其脉打桌球 我手好痒哦 我就叫正义进来 陪我一起对练 这什么废文啊 这完全就是一篇废文 好 完全没有任何主轴的 然后接下来又出现了 这个已经到了中秋节 还在发除夕跟孙子 然后滚床单这样子的文章 就是非常古怪 结果最后终于在我旁边 这个徐晓鑫 公布那个通讯录之后 才发现说 程其中一直否认 但大家一直怀疑的 空战总司令 果然还是焦糖啊 你跟我说那是程其中写的 我真的不信啊 你跟我说是一个 任何一个其他的 有一点政治经验 有一些幕僚经验 幕僚专业的 写出那种文章我都不信 就是焦糖我就信了 好不好 那个那么重的焦味 你跟我说不是焦糖 这还要混吗 你干脆就承认那是焦糖 大家都还觉得比较过去 就有一种便秘 终于拉出来的感觉 就是他嘛 就是焦糖 所以 但是这次对程庄上是好的吗 我刚刚前一篇 大家听你们在讨论 好感度这件事情 你不能讲焦糖 他是那个人 那个人 鸡腰啦 鸡腰糖 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 这是好事嘛 这是好声量 你们前一篇 在讨论声量这件事情 其实在上周末 然后呢发生这个公厕 偷窥的这个影片之后 影片之后 你就会看到有一群 在网络上面各大论坛 有一批人 非常用力的在洗说 陈信中这都加分了嘛 声量这么高 里面说 林 joyful 蒋灿跟黄珊山都不见啦 边缘话啦 你看陈信中这是不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让大家都在关注他的政策 他才是真正一直在抛政策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心里慌啊 只好再转移焦点 讲说什么哎呀这个陈信中声量很高啊 声量这种事情是这样子的 如果声量这些可以做准 现在总统是韩国瑜啊 韩国瑜每一篇声量都更高啊 可是声量这种事情就是 就震得跟富得加起來 震得跟富得加起来 Nav oder nosso 喜欢你的人 甚至还不会那么积极的讨论你 声量大部分是被不喜欢你的人撑起来的 所以声量高通常不会是什么好事 而且声量也不见得能够 不见得能够回馈在知识度上面 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 很明显的 其实就是有一群要刻意带风向 因为马桶这件事情真的太白痴了 很难洗 只好从中找一个声量这件事情 让陈时中挽回一点颜面而已 我们先感谢我们在上个小时 有一些这个朋友的斗内 包含物飞物的斗内 因为物飞物其实是我们凯翔哥的铁粉 那他也祝我们中秋节快乐 大家假期愉快 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月桑公主的斗内 说这个笑死人的内政部 现在变成了乱政部 感谢两位的斗内 我们当然也要恭喜一下 我们巧心议员大病出狱 但也要特别质疑你一下 为什么在隔离期间 还可以偷窥别人 对啊 因为你知道庄瑞熊 就整个陈时中团队 他们说呢 他们说他们好像 他们讲说竞选团队的名单 是一个竞选团队里面 最机密的那一部分 这我第一次听到 打来这么多场选举 第一次有这种事 然后呢而且分机表 这是个人隐私耶 分机表 那你是用什么样 不法的方式取得的 是不是来我们竞选办公室盗窃 那我心里想说 如果我是去偷窥的话 我在隔离期间哦 还可以这样跑出去 到他的竞选总部里面 偷一张超烂的分机表 一定要把我神之以法 第一先移送法办 因为盗窃是公诉罪 不能不办快来 第二你们直接公布你们办公室的监视器画面 应该会有一个矮小但是相当鬼祟的女子 偷偷的跑到这个办公室里面 陈时中不是说我是偷窥的吗 那个画面你看我们都有陈时中偷窥的画面 那是不是如果我偷窥 也要公布我去偷窥人家的画面吗 这才精彩 我没有看到血流成河啊 然后呢你公布监视器画面 立即现刑犯逮捕 然后再加罚传染病防治法 不好要隔离跑到外面去偷人家东西 100万我都帮你想好了 可是到现在好像没有看到任何的法律行动 一大堆人讲说哦徐晓星违法 哦这个是个人隐私 先撇除那些荒谬言论不谈 任何法律行动目前我本人是完全一向都没有收到 不是说要告吗 不是说偷东西吗 快一点来抓人啊 所以我们伟大的党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早就抓了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那一天的上午 那一张图片在整个政治圈早就传开了 跟你讲超多人都收到的 我只是差别在说我是第一个把它po出来的 每一个人早就窃窃私语的讨论 那你知道在LINE群组 如果已经变成一个转传的现象 其实这个东西他已经是公开的了 所以我当然我就看到说有焦糖 不是7月的时候说焦糖没有在团队里面 这不是事实吗 怎么你看果然 阿中的大头贴的背后就是藏着焦糖的灵魂吗 我当然把它po出来 可是本来呢 民进党可能他们在内斗的过程当中 因为就我知道他们是在推卸责任 就是说焦糖他们觉得 好这个明明免治马桶的这个影片 就是另外一边嘛 林赫敏你们党中央的团队做出来的 然后呢可是包括像吴思瑶好了 林赫敏好他们可能觉得说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团队有焦糖这样的人 所以才让阿中的形象越来越差 人设每天都在改被人家嘲讽跟嘲笑 所以他们两边在内斗的过程当中 这一份的通讯录里面到底有哪些人 他才会流出来嘛 那但他们本来流出来可能是想要针对焦糖一个人 就想说趁机呢把它干掉 可是没想到露出的是更大的机密资讯 就是我们仔细查看之后 这是我看过第一次竞选团队里面有 这么多现任高官喔 注意现任高官的儿女塞在里面的 那你不要讲说国民党也有政二代啊 大家去仔细思考国民党的政二代 在整个选举的历史当中是如何的被民进党批判 说什么呢 特权分子吃香喝辣 然后什么小宝宝脱英中心 在整个过程你就不要讲连胜文了 每一次选举 哪一次不是只要看到国民党有政治人物的二代 就抨击国民党 就抨击这些政治人物的 结果到了民进党自己塞了超多现任高官 我们还不讲说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让整个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变成总统级的竞选团队喔 我们先谈身份就好了好 那这些人结果他们完全双标 讲说民进党的政二代是刻苦耐劳从基层做起 但是不对啊 国民党的就是吃香喝辣的权贵 哇你看连这种事情都能够双重标准 最后我要讲一个最糟糕的事情是 会不会因为这些孩子在竞选团队里面 所以你们就用国家机器帮陈时中助选 不要讲没有 你就看内政部为什么要突然发一个笑死的文章 为什么要去带头霸凌杨成林 带同霸凌我们国家的公民 不就因为内政部长的女儿在陈时中竞选团队里面 这些事情被爆出来以后 希望找一个机会能够遮掩过去 那最好的方式什么 第一个想到吸跳反应抗中宝台嘛 邁阳成林就对啦赶快去骂 结果呢现在笑死 直接那一段删掉了嘛 笑死真的笑死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 里面的很多高官他们是什么 司法部长 就是一些法证然后警政相关的 那这些人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明文规定是 他们本身是不能去帮别人竞选 助选站台的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 可他却让他的家人们儿女们 全部塞进陈时中的竞选团队 那我最后讲其实陈时中要解决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根本不用讲说什么 啊各自法要保护他们 这只会让大家觉得 你们为了保护这些小婴儿小娃娃 做到这个程度 你们为了不想让他们名字曝光 做到这个程度 这是令大家匪夷所思的 张胜胜团队之前有没有被爆料 里面的成员有谁 有 有讲完的团队有没有被爆料里面成员有谁 有嘛铁三角什么的嘛 那是不是被爆料 有任何人讲说 哦这是隐私不可以讲 我们的机密吗 从来没有 陈时中团队是第一次 所以最好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 就是陈时中公开宣誓 这些人网红正二代 我如果当选台北市长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进到我的台北市政府里面工作 其实只要讲这样就解决了 但是问题是他敢讲嘛 还是这些人塞在里面 其实就是竞选团队过个水 等到选上以后 英系尤其是英系的高官儿女 大举进入台北市政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呢 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下 第一点就是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一个竞选团队 他如果里面的成员是非常优秀的 你巴不得让所有民众都知道说 你的团队有哪些人 这么优秀的人才都被我所网罗 你还巴不得要开个记者会跟大家讲说 我这边也懒了谁谁 你就试想一下那些很多职业运动的球队 他会提前公布我们今年球季有什么阵容 鼓励大家来买季票 因为你真的很强你真的很优秀 大家都会喜欢你啊 所以呢我从来没看过会这样子 不能公布啊公布是最高机密 那根本神经病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分机表这种东西啊 这个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 我们跑新闻有很多局处 真的就公布在网路上面 或者是通讯都直接告诉你 因为那个是公务电话 那是办公室里面的公务电话跟分机 也不是什么个人手机这种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公开资讯 甚至很多局处公布在网路上面 然后等一下我们这个郑保卿市长 希望你的竞选总部 一定要听我们分机表 一定要听我们分机表 因为不要造成那些 不要造成送货员的困难啊 有很多的是放在那种办公室 总机那边有个分机表啊 不然那个买了淘宝之后 要送给哪一个还要联络 还要打出分机说出来领货啊 不要造成人家困扰 很多公司都有放这样的分机表的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是刚刚小新讲到说 民进党在反击说政二代 国民党也有政二代 然后我看到昨天 许智杰委员做了一张表 他列的政二代包括谁 包括什么潘维刚 李德维 林毅华 陈勇德 这些人都几岁了 还包括了重振44年的奶公啊 蒋奶新委员啊 人称奶公都还被列为政二代 你神经病啊 都几岁了还在政二代 你真的是插插笔鸡腿啊 好不好 真的不要这样子 真的不要这样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你就直接面对说 对 这是我们的团队 怎样怎样 然后你在那边东掰西掰什么 这简直就是水门案翻版 然后又说郭敏昂你有政二代啊 蒋奶新啊 七十岁了还被你当政二代 这种就大可不必好吗 严教授 其实在这个 我们都说台湾一开始 都想要以我们的自由民主 对不对 围傲啊 但是现在不管是文字玉 或出征这个相关的艺人 我们越来越看不到 相关的自由民主了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出征杨成林 非常的怪啊 为什么 杨成林是广东和谱 但是广东和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时候 为了让广西有出海口 本来广西在中华民国这个时代是内陆的神 所以他就把广东这个和谱这边沿岸都割给广西了 所以杨成林是认同中华民国 不是认同中国 他是说广东和谱 那如果他今天是真的是去跟对岸要唱和 他说是广西和谱 对不对 按照这个样子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征是很奇怪的 然后内政部去搞这一些东西 也是莫名其妙 就是我们的政府的机器介入到 我觉得培养到民进党执政搞一个最坏的东西 就是好像过去台湾一个专业的中立的文官制度完全被破坏 然后文官现在也知道我要表态 我要做什么东西去讨好我的组织 我未来才有晋升的机会 所以以后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官僚体系 就不是based on merit 不是按照你的这个这个绩效来看的 而是看你的效忠是否效忠来看 那这对我们国家整个的governance整个治理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没有搞清楚 那个核补现在已经不是广东了 是广西了 然后你现在他是认同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把它归在广东 那你现在他没有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帮他反思一下 说他是中华民国派 而且我们刚刚还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就是以这个不管最近的消费的指数 或是以这水产的这个价格 现在目前才是史上最贵的海鲜 我这样子讲好了 我通常去吃我真的不太吃海鲜 因为我觉得海鲜还是比较贵 我还是吃猪肉比较多一些 对啊 而且尤其现在烤肉对不对 你自己去买买看海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食材 会不会稍微贵一点点 那当然啦不管如何 其实出征一人反应就是不对的 但是刚好眼中瞥见了一下 我们郑保卿委员在那里已经苦后多时了 陈思忠的事情我们先搁着一下好不好 郑保卿委员最新消息就是刚刚党庄那边 已经宣布开除你党籍了 是是是 对 翻车现场 这个我们很清楚啦 这个是启极冠冠冠 这个我这个一辈子在为民党奉献 坚持理想的人被开除 那么更离谱的是 一个伪咒的人开除一个北谷的人 那其实说北谷我都不太care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的建党 那时候国民也通通称这些 离开国民党人叫做北谷 那所有历史上改变整个社会 改变整个朝代 甚至改变整个风潮的 都是北谷的人在带领啦 所以民进党的建立就是由一群 国民党所称的北谷的人来建立的 更严重的是北谷 北谷就是背弃了祖先的教训 背弃了祖先的整个家的庭训 所以北谷跟北谷的战争 我相信百姓会知道说 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民进党如果丧失了自己建党的精神 丧失了自己党的核心价值 那么我相信会离民意越来越远 那么如果说其实人家说 我对民党有愿没有愿 我对民党期待他能够赶快回头 能够重建民主法治 这个自由人前 更重要是要青年勤政爱乡土 那么这些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往前走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